我看成這個名字 我嚇一跳 我的眼鏡快跌破 柯文哲如果一旦總統大選輸了 柯文哲不要講大話 他的區域立委絕對不可能有一席 這樣的政治人物 不會怕摸摸摸不相信 我認為是用阿扁的策略來 衝突妥協進去 我覺得他在威脅 他沒有實力 柯文哲自己知道 他其實是 越來狀況會越糟 柯文哲其實要 結束要比一定要好 那我現在告訴柯文哲 你的民調什麼樣的情況 你也不要太小看侯友宜 國民黨央央大黨 還是有一點本事的 賴清德侯友宜 賴清德柯文哲侯友宜 賴39.4 侯友宜是23.5 柯是19.0 這個民調是這個禮拜的 也就是說前天的 這是休騰騰 剛剛做出爐的 非常戲劇化的 台北市 侯友宜跟柯文哲 跟郭台銘的民調 台北市賴清德31.1 侯友宜29.6 然後柯文哲13.7 我看到這個民調我嚇一跳 我的眼睛快疊破 因為侯友宜29.6 本命區是柯文哲 柯文哲在這邊當了8年的市長 居然民調輸給侯友宜 大家都看到很弱勢的侯友宜 13.7 郭台銘9.2 然後連柯文哲最驕傲的 就是年輕的選票 他在20到29歲的時候 賴清德是35.8 侯友宜21.0 柯文哲20.9 然後郭台銘4.0 所以在20到29歲的時候 柯文哲完全沒有優勢了 再看下一頁 下一頁就是侯友宜的支持度 你們各位可以看到 他在年齡各個不同的年齡層 尤其在20到29歲這個年齡層的時候 是在這裡 他是向上一直向上一直走 每一個年齡層 他有不同年齡層 整個侯友宜只有在這個 在40到49歲的時候是向下 那其他都是向上走 向上走 那我們再看柯文哲的支持度 柯文哲最重要的 20到29歲的時候 他這個支持度向下跌 所以這個向下跌跟侯友宜的向上走 剛好產生了黃金交叉 柯文哲在年齡的支持度上 也其實沒有什麼多的展獲 而且年輕的部分 他目前是向下滑的 再看下一頁 第二頁就是說 有地區來看的話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台北市你看到 何友宜一支獨秀 他到這裡了 他到30幾%了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每一個不同的地區 有不同的輸贏 但是看到了柯文哲的部分 最明顯的 在台北市上下滑 柯文哲的民調 現在已經到了頂了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沒有底 你知道國民黨 為什麼越久越遠 國民黨有14個縣市首長 他有多少個縣市議員 還有38個立法委員 我聽說他的基層 是長久經營的 你知道嗎 也許現在很多國民黨黨員 他希望能夠政黨輪替 所以一直在觀望說 到底藍白到底誰比較贏 如果真的到最後 柯文哲還堅持不退的時候 那國民黨一定是 回到國民黨的機率是比較高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 我也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我說柯文哲如果堅持要選 即使他能夠得到第二 還是輸嘛 那事實上柯文哲如果 一旦總統大選輸了 柯文哲不要講大話 他的區域立委 絕對不可能有一席 他要有一席都很難 尤其現在高文案的事件 使得民間對 因為你知道 立法委員選舉是單一席次 他是單一選區兩票制 你要超過50%才會當選 如果你殺喀都 你頂多把國民黨的拉下來 你絕對不可能自己當選 你知道嗎 所以他的區域立委一定沒有 如果他總統大選又沒有 他有比宋楚瑜厲害嗎 宋楚瑜當時有40幾席立委 宋楚瑜現在又變成什麼樣 宋楚瑜現在已經沒了 那你想想看 柯文哲如果4年沒有政治舞台 他的立法委員頂多只有10席 這樣的政治人物 不會泡沫話不相信 因為王國政治都知道 你4年沒有政治舞台 你只有幾個立法委員 你能玩什麼 宋楚有40幾席立委 現在還不是泡沫話 很簡單就是這樣 所以柯文哲不要講大話 他唯一講的是氣話 就是說我如果提名 某些關鍵地區我提名 他有可能把國民黨拉下來 但他要當選絕對不可能 其實在這個時候來講的話 我認為 因為我對台灣選舉 因為我每天做民調 我對選情的情況我是非常了解 柯文哲現在在提出 沒有人力提出 所謂的城市不足 不敗事有餘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就是當選 區域當選 目前民眾黨區域會當選就一席 宜蘭這一席 陳婉會有機會 但是如果國民黨跟他一起拚的話 陳婉會也會輸掉 所以柯文哲要跟國民黨合作情況之下 宜蘭這一席有可能保住 會唯一的一席 也就是說兩個策略 一個就是當選 你沒有人力提出會當選的立委 然後你要提出城市不足 敗事有餘的立委 我看那個時機也過了 因為現在也沒有那個立委 也沒有那些名單 但是以柯文哲他的IQ157 今天在上飛機前 突然間用這種 我認為是用阿扁的策略 衝突妥協進步 你記得阿扁以前講過這個話嗎 柯文哲為什麼 台大醫學院教授 然後IQ157 然後我們是政治內行人 知道說你不可能提出 城市不足敗事有餘的立委名單 我認為他沒有力量 但他居然把這個牌再公開丟出來 這個讓我百思不得其解 因為你是曾經政治的幕僚工作者 也參與過馬英九很多選戰 因為我不知道你跟柯文哲熟不熟 這個是什麼回事 基本上我跟柯文哲不熟 但你剛剛一直想說智商157 智商157的人在政治領域不一定很厲害 你知道嗎 智商157的人可以數學做得很好 人際關係不一定搞得好 因為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現在講說智商157的人不一定有智慧 我認為柯文哲在上飛機前講的這些話 都是因為他知道他可能越來越糟 你知道嗎 我認為有點威脅的口吻在裡面 因為你剛剛講他真的有可能 死鬼沒辦法放過才有 有些地方他可以嘛 有些地方他真的可以 提名讓國民黨搞不好會危險嘛 害怕 對啦 所以我覺得他在威脅啦 坦白講他沒有實力 我真的講這話 因為我自己參與政治那麼多年 其實我雖然不是全國去跑 但是我至少我為了幫馬英九選舉 我連中南部都跑很多趟 包括幫吳敦選黨主席 我到處去坐談你知道嗎 所以我說我對政治的看法 其實不見得比智商比我高的人來得不少 跟智商無關 對那跟智商其實無關 所以我現在講說 其實柯文哲自己知道 他其實是越來狀況會越糟 你知道嗎 尤其郭台銘如果連署參選 他所有 你可以看很多網路選出來說 他們要投郭台銘 所以郭台銘一定有票你知道嗎 即使7%的選票 都有足以把柯文哲拉到他 沒辦法當選的地步 你知道在總統大選 當選不可能啦 柯文哲現在已經不可能當選 我知道嘛 我現在講到不可能當選嘛 所以他要爭什麼嘛 不他是威脅嘛 對啊我現在講說威脅 他爭老二 其實真的老二也沒用啊 他要跟國民黨交易啦 對啦 所以我現在講的意思說 他其實是在討價還價 主要是這樣子 其實他真的沒有 我為什麼講說 很多人看衰國民黨 但是我講真話 國民黨長期經營地方 一定有他一定的實力 我要講說 14位縣市首長他怎麼當選的 如果今天國民黨真的是 大家真的動員起來 現在的問題就是 國民黨有些人還在觀望 我講的話 這其實是跟 跟這個 跟這個 侯友宜本人 還有金捕聰 可能都有點關係 跟侯友宜有關係 是因為侯友宜以前跟國民黨保持 距離 所以有很多人覺得說 感情沒有那麼親密 你看韓國瑜選舉的時候不幫忙嘛 對對對 公投的時候他完全不搞嘛 所以侯友宜讓很多人很傷心 覺得你跟國民黨不是打拼的嘛 對 另外馬英九跟金捕聰 當時晚期的時候是要消滅派系 所以你說這些派系 對我知道台灣目前的選舉 派系的勢力越來越弱 即使再弱 加減有票你知道嗎 我就是還是一樣 就像社群人 我放給他一個 所以那些派系其實也在觀望 但是一旦 一旦這個情勢越逼越緊的時候 如果黨中央一強調說 你們要不要選立委 你們的 你們的人 譬如說縣市長的人 你們立委要不要當選 那時候就會 處理越催越緊的時候 其實國民黨的票會上來 那柯文哲其實會下去 因為我剛剛講他沒有基層嘛 這是關鍵